2024長榮航空城市觀光馬拉松 於27日清晨 在總統府前盛大開跑 今年共有超過兩萬四千名跑者 熱情參加競賽 海內外跑者齊聚一堂 共同挑戰自己的最佳成績 馬拉松寶貝曹淳玉 再次拿下半馬女子組冠軍 最終以一小時二十一分零五秒 完成六連霸 賽後他也和我們分享 自己的跑後心得 長榮半馬對我來說 就是以柏林馬結束之後 算是以賽代訓 就是看看現在恢復的 一個月後恢復的狀況如何 雖然成績不是到很滿意 但是已經算是近期 算還可以 在半馬男子組部分 印第周庭英 以一小時零八分五十七秒的成績 拿下金牌 他表示由於天氣悶熱 加上連續兩週 參加國內外比賽 身體較為疲勞 而他接下來 也將備戰年底的台北馬拉松 今天跑起來 其實到後半層天氣滿潮濕的 所以其實濕度很高 汗就流的比較多 台北馬目標 當然是希望跑個好成績 對啊 這是一定的啦 但就是還是會看到時候的狀況 對啊 就是全力以赴這樣 拳馬組的男總醫林智傑 以兩小時45分12秒完成比賽 成為台灣拳馬冠軍 第一次參加 長榮馬拉松的他表示 非常開心能夠拿下國內第一名 這是我第一次跑長榮馬拉松 第一次參加全馬的項目 整體來說天氣很熱 然後一開始也是照自己的節奏跑 不過後面天氣越來越熱 然後也沒有風 很開心今天有拿下國內第一名 謝謝大家 長榮馬拉松是獲得國際認證的標準賽事 今年吸引近40個國家 超過1500名國外跑者來台參賽 賽事參與人數眾多 賽後大會也貼心安排按摩及泡腳服務 幫助肌肉舒緩 期待明年也有更多的跑者來挑戰自己 孫內台北報導 等下 好